2020年台大醫院健康管理中心的資料統計 現今在台灣衛食道病瘤的病人 平均每3個人當中就有一位磷患 而且有逐漸增加的趨勢 許多人可能都會有經歷過 像衛食道病瘤帶來的這些痛苦 像是有一些胸口濁熱、心悸、喉嚨異物感 或是口吹等等 這些症狀不僅會讓人家不舒服 而且還有可能會影響生活品質 長期的衛食道病瘤 也會造成食道下掉的黏膜慢性損傷、磷爛 那進一步還可能造成食道黏膜病變 造成食道癌 那所以絕對不可以清呼這個疾病 那很多人以為呢 其實就衛生的檢查 就一定可以找出衛食道電流的原因 其實呢並不是這樣喔 就是傳統的衛生的檢查呢 整個在少數的病人身上 可能會有發生一些明顯的黏膜受損 那即使就是結果正常了 也不代表說您就是沒有衛食道逆流 因此呢 金美醫院在今年的6月 也就是前幾天而已 我們醫院正式的引進了24小時的 食道胃酸值的主抗病 測定的檢查 還有無限胃酸檢測膠囊 以及高解析度的食道壓力檢查 那這些儀器設備呢 可以跟精準的評估病況 幫助病人找到最有效的治療方式 可以對症下掉 那接下來詳細的內容呢 我們就有請問衛生感染科的 楊君琴楊醫師 我們就說明有請楊醫師 那這兩個的效果怎麼樣 效果有相同嗎 基本上都是為了胃食道逆流這個胃酸去做監測啦 所以它都像一個監視器去固定在食道裡面 那如果是以健保起附這個有限型的 它大概可以進入24個小時 會直到48 還是要看病人的忍受程度 所以不然我們會做一次小的檢查 那不過這個檢查的偵測器上面 還多了一個這個叫做壓氣體的檢測 意思就是說有些病人它其實不是胃酸逆流 它是氣體的逆流 像常常會打瘟的病人等等 那只能靠這一支管子 才可以去檢測到這樣子氣體逆流的情形 那另外這個無限的膠囊 它可以放在裡面 它可以置放到96個小時 所以它可以更拉長 因為胃少尼爾症狀 不一定是每一天都會出現症狀 所以有時候我們只做一天就會miss 然後做最重要的答案 可以更有效率的去抓出問題 不過它就沒有氣體阻抗的這個檢查的部分 所以大概他們的優惠點來比較 腰物跟手術的話改善 它那個醫菌分野大概在哪裡 譬如說已經服藥吃了 兩三個月半年無效 再做決定這個手術 還是說就直接經過儀器檢查之後來做手術 首先要提到說 胃食道逆流其實是一個影響生活品質的事情 而不是真的會影響生命 或者是說像癌症一樣會減少壽命的疾病 所以我們要控制的就是病人的症狀 改善他的生活品質跟他的工作效率 所以我們並不會說病人一定要在什麼時間點去做手術 因為手術就是他的風險 所以大部分的病人還是會先選擇以藥物治療為主 所以我們大概提到說 你藥物服用兩個月以上 反覆有症狀 或是說你用了一段時間都反覆 停藥就出現症狀的話 你考量到你未來不想再吃藥 或者是控制的實在太麻煩 那我們就可以考慮做內視鏡的手術 那以治療的成果來講 那當然根據直接用手術的結果 跟藥物的結果去做比較 一定是手術的好處 大概七成的成功率 藥物大概是五成 所以一定是相對於手術的好一點 不過手術就是要花錢 有一些手術的風險 所以我們會考量把手術擺在比較第二線的部分 來治療病人 可以透過飲食 或者是說平常的一個知識改變 來改善 這當然是 其實胃食道牛兒造成的成因很複雜 是不是就單純只有噴門鬆脂的事情是沒有的 不一定的 它其實更大的因素影響是跟你的飲食有關係 所以很多人是要去抓住自己的風險食物 那風險食物大家比較常說的 會是比較油膩的食物 油炸的食物 甜食 特別是巧克力 那有些人認為像是薄荷這種 比較有涼涼刺激性的東西 也容易誘發胃食道膩油 那當然這個是會造成胃食道牛症狀發生的 刺激的這個因子 但不一定是成因 所以我們會叫病人說 除了我們吃藥 減少胃酸的膩油的那種酸度之外 你要盡量去避免這些風險食物 才會去減少它發作的刺激 動作上當然是說我們平躺的時候 特別是有人說晚上睡覺特別明顯 因為我們的 就很像一個水瓶翻倒 睡覺的時候就很像水瓶翻倒 所以當然躺的時候 那些胃酸更容易的充足 所以我們會告訴他說 你可以選擇這個左側躺 左側躺 靠左邊左側睡 或者是說請病人把床頭搖高 15度到30度 看你的這個習慣的狀況 有些人會選擇在桌腳 床腳 墊東西直接把它墊高 或是選擇多躺一個枕頭 其實都是在文献上認為有效的方式 所以頭部稍微墊高一點 讓上半身稍微有一個角度 大概10度 15到30度 現在30度就不舒服 睡不著 所以如果說會墊頭或睡不著 我們就會說你直接搶床腳 然後墊高 大概是躺平的 這是你的移腳 床腳是高於人墊的 但是床腳墊高的話 是腳會高於頭部 就是頭部的地方墊高 靠頭的位置 床腳墊個磚頭 然後墊高 這樣就會有一個角度 這些都是可以說的做法 喝一點水 因為其實胃酸沖上來 我們很想像 酸沖上來黏在我們的石道上 還很酸 這個胃酸的濃度跟鹽酸是一樣 就是酸度跟鹽酸是一樣 所以喝一點水 趕快把它沖下去吸食 當下很快就會有一些改善 那這個也可以 也可以改善那個被 黏膜被灼傷的 當下 當下 因為長期胃上有的傷害是慢性的 它不一定每次都讓你灼傷到很不舒服 那它上來上來 它都是酸的 沒事沒事一點點 然後累積 對 黏膜久了它會變性 檸檬久了它會從 好的檸檬變成壞的檸檬 變壞的檸檬 那可能比如說矮 剛剛提到它會矮冰變 矮冰變 最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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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體率是不高來 但是我們就是希望可以添上這樣子的 那個苦味是檔汁的味道嗎 其實苦味這件事情 有些人跟我說嘴巴苦苦怪怪的 是不是我少你 其實相關性很低的 所以才是這樣子 你說胃酸上會不會苦苦的 這個有突過就知道 就知道那個胃酸的味道 胃酸那個是酸 對 那也不一定是胆子 認知是胃酸被 那就是那個臭臭苦苦的味道 因為中醫在說這個火氣大那個苦味 為什麼會苦 那個 怎麼會想不出來 這個中醫 他們在花蕙翁 這個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肝精 不是肝 肝精不是肝 肝精是內奔育 所以那個其實是完全不同的想法 活的健康 活的沒有壓力 吃的健康 就是最重要的 對 你說真的有吃什麼食物可以顧胃 醫學研究上是沒有 尤其是正常的 這高麗菜 高麗菜 高麗菜人家具有減 這過分 他們就鬆鬆的 你這次吃你平常的兩倍量 當然充出來 你的胃酸滿的食物 或者是你這個牛肉湯 就想要一碗整碗喝完 當然馬上就充出來 所以已經少 或者是 睡覺前一個小時吃 吃宵夜 這都是不正常的 一個小時吃 當然不行 你吃完馬上躺下去 就嚇出來 根本不用鬆弛 你也會嚇出來 然後餵食道地圖的話 阿不然 注意的時候可能很麻煩 台北人在臺書逆流的 大概有症狀就知道很難過 現在我也是 吃到宵夜 逆流 那拉緊的 就是說 避免就是 那意思就是避免他逆流 那這個 這個手術如果做了之後 就是說 患者本身有沒有可能再復發 就是 會不會再復發的問題 是的 所以我說會 會 所以怎麼避免 比如說你既然做了手術 那是希望說 能夠持續好下去嗎 那怎麼避免他復發 所以我說 剛剛說產運複雜 所以說不只是結構上 那個噴門鬆弛的問題 還有包括說你的 這個體重 要減輕 因為我們如果 比較胖的這個啤酒肚 負壓是比較大的 所以如果你可以讓負壓減少 飲食習慣 你不要常常大小 才讓胃太撐 就是說 比如說我現在已經把它修緊了 但如果你再繼續給它撐 它一樣會再繼續被撐蛋 所以隨著你的年紀 它其實還會 組織也都會再鬆軸 所以 並不能說可以一勞用逸 至少在短期 三五年內 你的症狀是可以有效的改善 那再配合余食 配合你的減肥 那其實就可以讓症狀 持續好很久 剛剛提到 姿勢改善這個 為什麼要左側躺 而不是右側躺 左側躺 我想一下 這個文章有點久以前看 不過還是說 跟那個 跟位有關係 跟位的角度有關係 就是說 往左側比較 就是說 讓它順的下去 不過這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結構上面的一個 很邏輯性的事 有些人就去讓它做實驗 一群人左側躺 一群右側躺 左側躺的人 就跟你說 這個比較好的說 對 其實就是 統計的一個結果 實驗完這個很簡單的結構 這樣子 原理上它就是指 胃酸它沒有留在胃裡面 沒有到食道裡面 所以牽得到幾個問題 第一個就是說 噴門的結構變鬆弛了 那噴門鬆弛的原因 目前很複雜 並沒有辦法說 你一定變胖幾公斤 就一定會噴門鬆弛 或吃了什麼東西 就一定會噴門鬆弛 甚至有些年輕人 也會出現噴門鬆弛的問題 這是第一個 是結構上面的問題 第二是有些人的食道 力氣比較不夠 特別是老人家 它的胃酸衝上去之後 我們年輕人可以利用食道的蠕動 把酸再壓回來 但是有些老人家就不行 所以它的整個胃酸 逆流上去之後 就會在食道裡面更長的時間 所以這兩個問題相互去影響 導致在中老年人家 胃食道牛的症狀是比較明顯 那成因的部分 剛剛提到這個是成因 那有些因子 會去刺激胃食道牛的發生 包括說工作壓力大 喝酒 抽菸 或是飲用一些比較不健康的食物 目前認為一些油膩的食物 油炸的食物 甜食特別像是巧克力 都是比較容易去誘發 胃食道牛的食物 那一般有沒有特定好發的族群 還是說其實本身胃油 胃油門感菌這類的病患 本身會比較容易胃食道牛 OK 那目前看起來 男女的比例其實是差不多的 剛剛看到說其實就是 40歲到70歲的人群是比較多的 年輕人其實是比較少 不過目前其實有感覺到 滿多的有往年輕化移動的趨勢 特別是現在你的飲食習慣比較西化 或者是他們的壓力比較大 其實胃食道牛有點像慢心病 有時候壓力大的時候 突然間發作一下 但並不是會持續下去 這是年紀分布的部分 對 好 那 幽門感菌的問題主要是會造成 胃困狀 十二指腸困狀 跟胃發炎 那基本上幽門感菌跟胃食道逆流 是不相關的 是不相關的 但是常常會有些病人發生 因為幽門感菌的感染造成胃炎之後 認為自己有很像胃食道牛的症狀 所以說還是要去找出病因 這些病人只要把細菌殺掉 那常常胃食道逆流症狀就消失了 因為可能都是一些 上腹不舒服那種的症狀 是這個24小時的 食道酸鹼主抗檢查 跟這個無限的酸鹼膠囊檢查 跟一個是食道的壓力檢查 那前面兩項檢查 其實檢查就是所謂的酸鹼度 所以我們比較會去針對 是這個胃食道逆流的病人診斷不清楚 或者是說反覆發生用藥治療效果不好的病人 我們可以利用這樣的酸鹼的檢查 去確定它到底是真的逆流還是假的逆流 那這個無限膠囊的部分 當然就是說它沒有線 所以病人可以更舒服 而且它檢查先可以拉長到96個小時 可以提供更精確的檢查 不過相對的 它沒有檢查氣體逆流的這個部分 所以有些病人的症狀 它其實是氣體逆流造成的 那這樣就無法靠膠囊 我們必須要用這個有限的檢查方式 才可以拉長 那這個食道壓力檢查的部分 它相對的是要去檢查這個食道蠕動的力氣 所以比較會去使用在 當然胃上也有病人可以檢查 另外是有一些比較吞咽困難 或是長期覺得喉嚨、食道卡卡的病人 我們會搭配這樣子的一個食道壓力檢查 來確定它有沒有合併食道蠕動機能的問題 那我們治療的階段有沒有分別是哪幾種? 什麼時候會用到手術? 一般來講 胃食道蠕動的治療 只要是要去改善病人的生活品質 改善他的工作的品質 所以我們並不會說 病人一定第一階段就要去接受手術的治療 大部分有一半的病人 其實可以在藥物的控制之下 就可以改善症狀 所以我們會建議病人先使用藥物 在確定診斷之後先使用藥物 如果使用藥物兩個月到三個月以上 依然反覆發作 或是說他已經使用很長一段時間 不吃藥就會發作的病人 我們可以考慮用逆流手術 來改善他的生活品質 也可以減少長期使用 胃藥物造成的一些副作用 那手術的部分有沒有恢復期 還是說怎樣的情況 我們有一個術後保養 可以建議一下我們的體驗 那因為內視鏡的手術 其實可以看到那個手術的範圍 其實是相當小的 大概是 實際上如果要算面積 可能這個三成兩公分這樣子 幾個公分大小的一個傷口而已 所以基本上我們會建議 病人在手術完的一週左右 會盡量吃軟質的食物 在比較流質的食物 一週後其實就可以正常飲食 當然同時我們會搭配一些味藥 來加速這個聯盟恢復的時間 病人在做完手術 可能在一個健康中 一週內會覺得有點這個胸口卡卡 這個吞嚴的過程卡卡的一個狀況 主要是因為他做完手術的傷口的關係 一週之後其實大部分也是沒有什麼症狀的 不過小燕姐說 可能在治療了兩到三個月之後 有一些關太緊的病人 開始也會出現一些吞嚴困難的狀況 這時候我們就要針對這樣子 關太緊腹中的病人 再去做一些額外的處置 了解 那有沒有一般 那我提到胃食道膩 其實跟壓力也很有相關 所以說常凹夜的 或是說作息 這個作息常常需要變化的人 他就會比較容易有胃食道膩膩的發生 所以當自己 處於這個狀態底下 要去緩解壓力 所以我們認為說 你出去走走或者是多運動 其實都可以有助於 改善胃食道膩膩膩 另外就是 減重的部分 我們提到說 這個肥胖的病人 它的腹內壓會比較大 所以如果你可以減重 一般會減體重的3-5% 那下降了這個腹內壓力之後 就可以改善胃食道膩膩膩膩 就是第二個可以努力的目標 第三就是飲食的部分 避免大小餐 避免睡前的一個小時吃太多的東西 避免剛剛提到一些風險食物 油膩油炸的食物 那其實很多人 他的風險食物是不太一定的 所以可以每個人去嘗試 有些人是喝完牛奶 就覺得很不舒服 有些人是喝完咖啡 就很不舒服 所以有症狀病的人 建議他可以做一下紀錄 我今天吃了什麼東西 發生了症狀 那以後就要去避免類似的風險食物 就可以減少這種發生 那我們民間有偏方說 吃鹼性食物可以去幫助胃酸緩解 這件事情你時有推薦嗎 OK 第一就是我們認為的鹼性食物 都不是鹼性食物 我們認為檸檬是酸的 但檸檬是鹼性食物 所以這個胃酸質的事情 其實在科學上面 是完全沒有這樣子的想法 基本上就是因為胃酸是醫 那所有的食物吃到胃裡面去 就是要變成胃酸質 就是要變成酸鹼毒胰 這樣才可以達到殺菌 跟消化食物的效果 所以不管吃再鹼吃再酸 到胃裡面就是PHE 所以可能有一些是比較中醫的講法 或者是一些比較自然醫學的講法 但是醫學上來講 是我們是不會去考量到食物 食之皮的酸質 了解 謝謝 記得要讀完 我是尹魏長江癌科的主治醫師 楊醫師 那今天要跟大家講這個主題 是胃食道逆流 大家聽起來好像很熟悉 但其實又不是那麼了解的一個疾病 那今天我們就跟大家來講一下 胃食道逆流 我們不知道的事情 就是說 本來在胃裡面的胃酸 逆流到食道當中 需要它不該去的胃子 那在我們這個平常的這個結構裡面 我們的食道跟胃中間 是有一個擴約機 一個砸門 我們叫做噴門 噴門的作用 就是說要避免這個胃酸逆流到食道當中 但發生胃食道逆流的病人 因為種種的原因 會導致它的下食道擴約機 就是噴門的這個部分鬆弛 讓胃酸逆流到食道當中 來造成了一系列的症狀 我們就叫做胃食道逆流 那胃食道逆流在近年來 其實是一個相當盛行的疾病 不管是在東方西方都是 我們都有超過四分之一 甚至是在中東 有三分之一以上的病人 是有這樣胃食道逆流的問題 根據2020年 美國一個國家級的統計資料 它利用這個手機的APP 大家去做記錄 超過七萬個人的資料 告訴我們說 過去一週曾經有胃食道逆流症狀的人 可能三個就有一個 那每天都已經在服藥 卻持續依然有逆流症狀的人 兩個就有一個 所以這樣這個疾病 不只它的盛行率很高 甚至說 它是一個不好控制 即使是吃藥 也會控制不好的一個狀況 直到我們去 直到我們去重視 然後去進一步的治療 好 那這是台灣的資料 可以看到說 在民國107年統計的資料 可以看到一年 因為胃食道逆流疾病 來救折的人數 其實是超過44萬人 那當然 確實在這個時間 現在也是114年 113年 這數字當然是越來越高 而且我們從門診 就可以很明顯的感受到 其實可能有接近三分之一的病人 都是因為胃食道逆流的疾病 來求助於我們 那我們可以看到 這個年齡分層的部分 其實大部分都是40歲到70歲 對這群中壯年的人口 那也可能他們會因為這些症狀 因為他們的生活品質 因為他們這個工作的效率等等 好 那根據台大醫院健康管理中心的資料 他有提到說 其實在2003年 他們所有去做健檢的病人 他們去統計 大概只有15%的病人 是有胃食道逆流的 占到了2020年 其實他們去統計 就發現已經增加到40%以上 所以其實很多人 不管他有沒有症狀 其實他都是發現 有胃食道逆流的狀況 他的盛行率是逐年提高的 胃食道逆流的症狀到底有哪些 我們很典型 廣告上會跟我們說的 胸口灼熱 這個火燒心 甚至說有這個酸水直接衝到嘴巴裡面 這些是一些比較典型的症狀 但其實有一半的病人 他其實是一些非典型的症狀來表現 怎麼樣的症狀呢 有些人會跟我說 喉嚨卡卡的 喉嚨殺癢 好像覺得都有東西卡在喉嚨這邊 吞臉有點困難 那這種病人 有時候會跑去耳嚨科醫師那邊求診 但是就一直找不出問題 到最後就會跑來我們這邊 做一些檢查跟治療 另外這些胃酸如果衝得更高 衝到口腔裡面去 可能會導致你會咳嗽 甚至是會造成牙齒的一些腐蝕 不過他進一步逆流到了氣管裡面 他常常跟一些慢性的一些氣喘 或是一些慢性的咳嗽 這氣管也有關係 那這群病人或許就會跑到胸腔科的醫師那邊去求診 結果到最後 可能都是未遲到滅流造成的一些症狀 所以這樣子有滅流症狀 並且他時常到處求診到處求醫 剛剛提到 他可能會因為喉嚨不舒服去找皮膚科醫師 胸口不舒服 心口灼熱去找心臟科醫師 還有可能因為咳嗽 呼吸不舒服去找胸腔科醫師等等 最後最後大家都說 好像檢查起來都沒有什麼問題 有些人甚至會叫他去看精神科醫師 所以這個是心病 那很多人都會說 那不然我們就會先給你吃胃藥看看 但是很多人自己吃了胃藥 症狀也都不會好 因為他們並沒有針對胃食道內油的狀況 做一個比較完整的檢查 好 我們一般都會認為說 胃食道內油需要做胃鏡來診斷 但這個其實是一個比較古早的想法 那比較早期的治療共識上面都跟我們說 你如果覺得有胃食道內油的症狀 我們醫師一定要幫病人去做內視鏡的檢查 內視鏡底下我們會看到一些比較典型的表現 我們叫做這個侵蝕性的一個黏膜缺損 那以卡通圖來就是像這個樣子 這個白白的就是這個黏膜缺損的部分 它會隨著胃酸逆流慢慢的往上延伸 如果這個逆流的缺損的位置越高 當然就是胃食道流越嚴重 如果以右邊的圖這個是實際的內視鏡圖來看 像下面這個 這個是很漂亮 可以看到一個圈圈 這個就是胃跟食道的交接 應該是一個漂亮的圈圈 那胃食道內油的病人就會長得像這樣子 很多的這個侵蝕的黏膜缺損往上走 這樣就是一個嚴重的胃食道逆流 好 可是胃食道逆流症狀的病人大概只有三成 會在內視鏡底下出現像剛剛那樣子比較典型的表現 所以有超過一半的病人會被醫師說 其實我做完胃鏡了 你根本沒有滴流啦 你這個亂講沒有症狀 你沒有問題 那其實也不一定喔 這是根據這個美國一個很重要的一個雜誌功能說 這一群我們在內視鏡底下 藍色這一群沒有問題的病人 如果再去做進一步的檢查 其實有一半左右的病人 他其實是真的有胃酸逆流 只是你沒有辦法用內視鏡去看出來而已 所以我們就要跟大家介紹 其實我們需要除了胃鏡以外 更精準的胃食道逆流的一些檢查 就是我們今天的重點 好 那我們從今年六月開始 引進這個新的 根據國際的一些要求 我們有更新的一些 檢查胃食道逆流的一些儀器 話說這個24小時的胃酸檢度的主抗測定 跟一個無限的胃酸檢測交難 我們都有時機在這個現場 大家可以看看這樣的一個機器 好 24小時的食道酸檢檢查 是什麼意思呢 它有點像一個監視器 如果說這個胃食道牛是有火在燒食道的話 我們做胃鏡進去是看有沒有火燒焦的痕跡 但不一定有火燒焦的痕跡 那如果有胃食道這個檢查呢 等於說架一台監視器在食道裡面 24小時去看 什麼時候有火噴出來 這樣我們就可以比較完整的去 確定說病人有胃食道牛的問題 所以病人必須要從鼻子放一條細細的管子 放到食道裡面去 固定在身上大概一天的時間 這樣子的一個偵測的儀器 就可以在胃食道的交接處 不斷的去監測 有沒有胃酸 從上來的狀況 另外一段它會背一個小小的機器 大概瘦長太耳機器 背在身上 它利用這樣子的傳輸的方式 把這個資料都記錄下來 然後24小時之後再回到醫院 把機器取下來 我們就可以判定這樣子的資料 那這個管子 雖然需要從鼻腔進去吃到 這樣很恐怖 不過這個管子很細 我們會要求說病人其實在放管子的過程當中 都是要從嘴巴吃東西跟跟頭飲料 都是OK的 當然我本人也是親自執行看看一整天的時間 可以吃東西 還是會有一點點不舒服 或有一天的時間 可以完成這樣子的檢查 我們要配合吃東西 來觀察說有沒有這樣子逆流的症狀發生 那這就是這台機器 那我們在機器上就有一些記錄的按鈕 當你吃東西的時候 睡覺的時候 或是有身體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去按按鍵記錄下來 我搭配我們記錄到的曲線 跟你按症狀的時間點 你就可以去判斷說 你是不是真的有胃食道膠的問題 那因為這樣子要放管子的這個過程 還是有很多人會覺得不太舒服 所以我們有另外一個替按的方式 是這個無線的酸鹼監測膠囊 這個膠囊會利用胃鏡導引的方式 胃鏡把做到胃食道追溯處的時候 這樣子的一個2.6公分的膠囊 會去吸在我們的食道的黏膜上面 然後我們的胃鏡就拿出了 這樣一個無線的膠囊 它就會連在這邊幫我們記錄 用藍牙傳輸的方式把資料傳出來 這樣子我們身上就不會背一條管子 我們就看到這個膠囊進去之後 不把黏膜吸起來 吸起來之後我們的器材就可以脫離 這個膠囊就會被連在我們的黏膜上面 除了說這些比較困難去診斷出 就是說沒有經過完整檢查 診斷出胃食道密流的病人之外 有一群病人他確定是胃食道密流 醫師跟他說你有 但是他吃藥怎麼樣都不會好 這樣子的病人我們叫做他是一個 男士型頑固型的胃食道密流 第一就是說有些人已經吃藥 是超過兩個月以上都還不會好 那這群人就應該也是要來接受 這樣子比較精細的檢查 這些人常有一些原因 他的胃酸太嚴重了 光靠吃一顆藥是不夠的 可能需要吃到兩顆 有些是這樣的病人 那有些病人是講 他只會在晚上睡覺的時候發作的比較嚴重 可能早上吃一顆藥到晚上的時候 效果就不夠了 那這樣子我們也可以利用起來去發現 其他就是說有些人的密流 是合併一些結構上的問題 他的噴門太鬆了 鬆到一個程度 光靠吃藥是不夠力的 或是他的食道本身的蠕動機能有問題 那這樣子光耗抑制胃酸是沒有辦法解決的 那當然有一群病人他是假逆流 我們怎麼驗怎麼驗 他都沒有逆流 都沒有胃酸逆流 但他依然會覺得食道不舒服 有些病人是他一直在打一些空氣 然後一直打嗝 空氣出來他也會覺得不舒服 這樣的一些狀況 我們就是需要我們這些進階 這些比較精密的檢查 來去做一些區分 這張圖是大家給大家再參考一下 我們剛剛提到的 一個需要放管路的 24小時的酸檢檢查 跟一個無限的檢查 差別就在於一個是健保 符合條件可以給付的 那另外一個無限的膠囊需要自費 大概配合這個麻醉的一個未進的話 需要4萬到5萬塊錢的一個自費價格 當然無限的好處就是說 不用放一條鼻子的管子 而且他的藍牙傳輸可以偵測到96小時以上 當然對於病人的整個狀況的檢測會更精準 那如果是放在鼻子裡面這個管路 他就大概只能放24小時 因為要叫病人放兩天以上 實在是太不舒服了 那我們可以利用這兩項檢查 來確定病人是不是有餵食道密合的問題 好 那接下來第二部分 跟大家分享一個案例 他是一個30歲的症小姐 他本身患有一些自體免疫的疾病 所以都在我們的風濕免疫科治療 不過他在兩年前 開始覺得有一些餵食道密合的症狀 咳嗽、打嗝、喉嚨怪怪的 不過他做胃鏡就說 你一點點啦 一點點餵食道密合 先吃藥看看 不過這樣斷斷續續兩年 一直都在吃胃藥 也都沒有好 所以我們就說 那你應該要接受一個24小時的症狀檢檢查 看看 到底是不是餵食道密合 我們檢測其實他並沒有 他這個24小時當中 完全沒有餵食道密合的狀況 那為什麼呢 他常常會有一些症狀呢 那我們想到 有一些自體免疫的疾病 他會去侵犯食道的肌肉 讓食道變得沒有力氣 那這時候 他也會像剛剛提到的 這個逆流和病這個蠕動的問題 他可能就會因此發生一些症狀 所以我們就決定 他要幫他做另一項檢查 叫做高解析度 高解析度的食道壓力檢查 這個檢查 跟剛剛提到的這個酸檢壓 有點類似 都是要從鼻子裡面 然後放管子 進去到食道當中 不過這個東西 不用在身上留太久 整個過程大概20分鐘的時間 病人把管子放進去之後 我就會請他開始吞嚥 喝水 那喝水的時候 我們就可以畫出 這個食道力氣的圖形 這個是吞嚥的時間 這樣吞下去 一秒兩秒三秒四秒這樣子 所以可以看到 我們吞完之後 下面這邊就是這個噴門 為食道這樣就會鬆掉 食物才可以下去 另外我們的食道 必須要配合 從上到下 要有一個蠕動的這個順序感 從上到下的蠕動 這樣子才可以把食物推下去 這是正常人的一個圖形 那麼這個病人呢 他完全沒有動靜 完全沒有動靜 他整個食道 因為他的自體免疫疾病 硬皮症的導致 去侵犯他的硬皮 去侵犯他的食道 導致他的食道也變硬了 所以他的蠕動完全消失 所以他等於吃東西下去 最像一台油滑梯而已 他沒有這樣子幫忙推的感覺 他必須要靠重力 靠時間 才能夠把食道裡面的食物排掉 所以自然他就會常常覺得 有一些胸口不舒服 或是臀炎困難的感覺 好 OK 那我們剛剛最後啦 我們提到說 如果我們剛剛做這些檢查 我確定是逆流 我也吃藥了 但是我都覺得控制的不好 甚至是我一旦停掉 我就開始覺得不舒服 我好像覺得好煩 我不想再吃藥 有沒有什麼辦法可以解決這樣的問題呢 我們可以去接受一些看逆流的手術 這大概是最近三五年來 比較新興的一些手術方式 當然過去有一些嚴重的病人 會利用手術的方式 開刀 開刀進去做一些噴門的修補 不過現在我們可以利用內視鏡 就可以達到同樣的效果 變就不用開刀 大概住院兩到三天的時間 就可以完成這樣的逆流手術 好 那逆流手術呢 就是說我們利用這個內視鏡的一些 黏膜切除素 或是電燒技術 我們比較鬆弛的噴門 這個破壞之後慢慢結痂 它就會變 我們都知道皮膚乾脆掉就會拉緊 那這時候就可以讓鬆弛的噴門拉緊 來改善逆流的症狀 根據國際的統計 其實已經有超過二三十片以上的文獻 告訴我們說 大概七成以上的病人 在前後都可以達到逆流症狀的改善 那只有一成的病人而發生一些副作用 就是說我們不小心關得太緊 那關得太緊也是有相對於可以讓它再變鬆一點點的方式 所以基本上並不是一個太大的問題 那很少數很少數 小於0.5%的病人可能會出現一些比較嚴重的併發症 因為你要去切除 有時候會有一些破掉的風險 不過都在非常非常少數的個案 這大概是一個文獻上面的一些示意圖 告訴大家說我們比較有兩種 執行康流手作的方式 一種就是把這個是從胃往食道去砍 一般這個洞口 就是說這個是我們的洞口 我們就是要把這個洞口變緊 所以它在這個旁邊做出了一些傷口之後 過了一陣子 過了三個月再看 這個洞口就比以前變得更緊 就可以減少胃腫流的狀況 那因為這樣子的手術還是稍微比較危險一點點 所以後來他們用一個灼燒的方式 那我們就是看到這邊比較鬆的一個噴門洞口 經過這樣子 左燒左燒完的時候 過了三個月就變緊了 那如果你從正面 從食道往下看 原本是這樣鬆鬆的也變緊緊的 這就是一個抗逆流手術的前套的結果 那目前在我們醫院 大概都可以來接受這樣的一些抗逆流的手術 好 那以上是我今天的分享 我們利用一些精準的檢查 希望可以幫這些受未食道逆流困擾的病人 去找出它確實的病因 到底是真逆流還是假逆流 如果是假逆流 你再吃味道也沒有用 不要再吃味藥 而且這些味藥其實是有副作用 常常來講會有一些骨質疏鬆 甚至會影響到這個腎功能的一些狀況 所以不是胃食道逆流就不要再吃味藥了 另外你真的是胃食道逆流 不想再吃藥了 或者吃藥都不會好 我們也可以接受一些抗逆流的手術 讓你可以恢復正常的生活 維持良好的生活品質 好 第三次我今天的副作用 好 第三次我今天的副作用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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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